接下来我们来和另外一位标点宝宝做朋友 我们会发现在这一位标点宝宝当中 在他的小喇叭里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刚才学习的四大兄弟了 那某一日这四大兄弟就闹了别扭 我们用一个小故事把这四个标点的用法都串联到一起去 闹了什么别扭呢 他们就争吵起来了 逗号就先出场了 我们来看逗号的表情 什么心情 非常生气撇着嘴 实际上把瞪大眼睛撇着嘴还气得都流汗了 逗号怎么说的呀 逗号说了 在一句话当中 在一段话当中 我的功劳是最大的 如果没有我 主人非憋死不可 他要如何停顿呢 你看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对不对 这时候又有一个人他登场了 他像一个小鹿猪一样 身子远远的滚了过来 滚过来之后他就非常的能装可怜 他说我才是一句话当中作用最大的 如果没有我 你怎么知道 主人的意思表达完整了呢 他们两个就争执起来 对吧 这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就出现了 我们知道胖号他年龄有点大了 个子还很高 就像这个瘦胖头头一样 是吧 个子很高 那此时此刻他就听见 道号和巨号在争论谁的功劳最大 于是鞋都没有来得及穿 是吧 提着鞋就命绝一拐的 跑到了道号和巨号兄弟的跟前 说 哎呀 先发出感慨 是吧 我才是一段话当中功劳最大的呀 你会发现又感慨 是吧 那大家都非常不服气 说你天天只知道 哎呀 哦呦 对吧 你有什么功劳呢 此时此刻有一个人 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 这个人呀 是在整个的标点家族当中年龄最大的 他呀 就组着一个拐棍过来了 对吧 你跟拐棍过来了 又或者是戴着耳环过来了 是吧 那他呢 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你们想一想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功劳在呢 问号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道号 巨号和叹号 他们都羞红了脸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现在不妨暂停视频和你身边的爸爸妈妈交流一下 为什么他们不好意思的羞红了脸呢 哎 我们会发现刚才交流完的小朋友就会发现原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对不对 在标点符号身上是这样 那么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想一想在咱们的家庭当中我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爸爸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力气最大的对吧 他把整个家庭的经济经济情况都给担当了起来那妈妈呢把所有的家务都担当了起来而我呢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比的快乐 那你是不是也要看到自己的价值不仅仅看到自己的价值还要看到别人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相互才能够在相互的尊重于帮助下来各自的成长与进步是不是 这是我们四大标点宝宝们他来告诉我们的人生小哲理 其实老师只是说了一点点那么还有许多许多的哲理启发许多许多的感悟我们可以自己去探索 我在这里呢就都把他们省略掉了以后我们下半学期会学习到省略号就是六个小小十点是不是 好了那么不仅仅如此呀我们不仅仅要知道了故事还要在平时的表达当中会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要走入精灵展示台去展示一下刚才咱们学习的小知识 在精灵展示台当中我们会发现呀哎有几句话需要咱们去完成我们来给他们加标点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把自己的讲义准备好你可以先暂停视频把这几道题做一做我们会发现一共有五句话 是不是一共有五句话如果有一些陌生的字我们可以去哎查字典去问爸爸妈妈去把拼音交上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准备好了老师要带领大家去做了啊 第一句话他说我叫糖果嗯就是我叫糖果我叫乐乐我叫明明对吧我这一句话表没表达完孩子们嗯就是我叫什么名字就意思表达完了对不对后面没有内容了好表达完了又没有什么疑问和感叹的语气我们用什么标点符号啊 孩子们哎非常棒用句号句号要意识真写是不是 写完了吗孩子们好了我们再来看下一句说我叫胖胖今年六岁了 这个地方大家是怎么加的标点符号呀 嗯有同学说我叫胖胖句号今年六岁了句号是不是 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句话当中呢他想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还有自己的年龄对不对想一起去介绍自己所以我叫胖胖的后面这一句话需要停顿了但是介绍自己的意思还没表达完呢我们要用什么号呀哎要用小蝌蚪是不是啊小蝌蚪 豆号今年六岁六岁了意思表达完了我们用句号对不对那你能提一反三吗我叫杨慧涵是吧啊今年多多多大了是吧有时候我叫什么呢我叫一宁今年八岁了对不对哎我叫莉莉今年十岁了我叫宝宝今年五岁了好了我叫什么什么后面也是跟豆号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啊 大家喜欢看喜羊羊和灰太郎吗喜欢吗现在可能更喜欢看的是光头强是不是好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灰太郎他有一句口头铲但是他总是喜欢说我一定会回来的大声的喊道是这样的吧那你说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是什么心情啊孩子们有局心是吧厚道那种感慨的成分于是我们用了什么标准符号 嗯这时候我们用碳号有感慨的成分了咱们要用碳号是吧因为这个笔不太好用了好那你在你的讲义上啊你可以在你的讲义上嗯好咱们同学呢可以在自己的讲义上我们来数然后加一个小点我把它写在这啊数加一个小点啊 嗯可以了吗孩子们好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此时此刻有港海的成分比如说呀啊哦对不对像这样的成分我们后面都跟碳号好了再看下一个啊你吃饭了吗吗 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用哎像像耳朵一样的问号答对了吗孩子们嗯那你再来问这个问题吧对吧比如说老师您多大了问号这样的吧啊你是男孩女孩呀问号对不对老师也会问这个问题你听懂了吗 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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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再来最后一个啊我好喜欢糖果老师呀呀我好喜欢糖果老师呀什么号又是港海所以我们要还是用碳号是吧一数加一个小圆点用碳号好了孩子们刚才这一部分内容啊我们都加上了标点符号 现在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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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合适的语气把这些标点符号读一读好吗来第一个啊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情感了对吧直接介绍自己我叫糖果嗯跟着我一起读一读啊我叫糖果第二个我叫胖胖今年六岁了胖胖中间停了半拍是吧我叫胖胖今年六岁了换气了是吧我叫胖胖今年六岁了 不是这样的吧好了再来啊我一定会回来的嗯我一定会回来的在哪中毒了嗯在哪哪哪个因我加中了孩子们一定是吧我一定会回来的你也可以在电脑前哈我一定会回来的是这样的吧有没有我一定要见到糖果老师是这样的吧好了好了下一个啊 你吃饭了吗把一个疑问语气读出来啊再来一遍有空去你吃饭了吗不是这样的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嗯把疑问的语气读出来啊好了最后我好喜欢糖果老师呀他说我好讨厌糖果老师呀是这样的吧不管是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好字都是中毒的我好喜欢糖果老师呀好中毒 是这样的吧好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不同的标点符号我们在读他的时候感觉语气停顿都是不同的你掌握了吗